9月1日,NBA火箭队总经理达雷尔·莫雷宣布,他们已经通过与太阳队的交易,送走了莱恩·安德森、梅尔顿,他们得到了布兰登·奈特、马基斯·克里斯。 话说,火箭队终于送走了安德森,他们减少了新赛季赤齿睡之初,他们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性,火箭队球迷在这一点上欣喜若狂。 只不过,在欣喜之余,不少球迷却也为周琪的未来感到担忧,毕竟在交易中火箭队得到了昔日的8号秀马基斯·克里斯,不少球迷就担忧,他新赛季或许会打灭周琪进入轮换的希望。 17-18赛季常规赛,由于巴默特·安德森的存在,周琪得到的机会并不多,接着又来了九指神将吉拉德格林,周琪就彻底开启了毒蛇队,NBA二头跑的日子。 他菜鸟赛季失去了进入大量常规轮换的机会,现在虽说没有了安德森,但是克里斯有着更高的顺位,理论上更强的天赋。 如果火箭队准备培养克里斯,那么周琪进入常规轮换的希望显然会更为渺茫。 这是许多周琪求你所担忧的地方,担忧周琪能不能进轮换,这是正常的。 可是周琪有着一点能完胜克里斯的优势,这一点不仅能让球迷消除担忧,这或许还能让周琪进入首发的日子显得指日可待。 克里斯在太阳队打了两个赛季,他在场均能拥有21.2分钟上场时间下,近距离、中距离、远距离命中率均不超过40%。 关于投射能力,他还需要更多时间去提升,他弹跳能力上加,可惜技巧不足,防守过慢,地盏略短,哪怕有着哈登,保罗未必,他也未必能把饼吃下去。 克里斯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三成命中率左右的三分球,可惜移动速度欠佳,打小球他就有些类似三分弱化版的安德森,毕竟内线已经有了卡佩拉,周琪就不一样。 对比去年的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,他的三分球命中率从30.3%变成72.7%,而且在新秀体测数据上,他的底线折反跑,横向折反跑速度均优于克里斯,在打小球的火箭队,高速移动下着三分投射,数据上他是完胜克里斯的状态。 火箭队打小球,内线做着吃饼的卡佩拉,风险有着塔克这样的顶级三币,他们欠缺的还是一位能拉开空间,能适应小球节奏的四号位,至少常规在是如此。 看看周琪在亚运会上无解的三分球投射,高速的移动进攻,他确实是比克里斯更适合拥有更多的上场时间,所以克里斯打灭周琪进入轮换的希望,那可能性其实是非常微弱。 这在考虑到安东尼,恩尼斯都已经失去了挖掘的潜力,周琪在18-19赛季阵容进入首发阵容这件事,一如前文,那或许真的是指日可待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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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